好来看到网友呢在网络上po文 说台中一家自助餐店 他点了地瓜叶茄子还有A菜 两碗地瓜粥跟肉松 结果付钱的时候呢竟然要265块钱 但是在这个店里头没有任何的标价 只要到了结账才知道怎么这么贵 我们实际来比一比 开店成本更高的逢甲商圈的自助餐 同样菜色呢只要四分之一的价格 直击这家在网络讨论度很高的自助餐店 店员拿着夹子热心的介绍菜色 刚炒好的菜肴冒着热气令人食指大动 夹了三道菜再来一盘肉松两碗稀饭来到结账区 下面有没有听错仔细再听一次 茄子地瓜叶A菜还有两碗地瓜粥还有肉松 结账要265块钱 业者话说得很直接但重点是包括夹菜区 墙壁上都没有任何价目标 直到夹好了菜来到结账柜台 只能任凭老板喊价多少就是多少 真的是物料成本贵样样都得这么贵吗 来到店面成本更高的逢甲商圈挑选三样菜这样多少钱 比一比扣除一盘85块钱的肉松一边两周三菜是180元一边45元价差四倍 询问消保官夹了菜还没有吃还没有付钱 如果觉得太贵其实可以退还 但消费者往往都是付钱了事就当买个经验 难怪业者可以这么说 中天新闻杨小韩 林元斌台中报道